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月球的七大秘密 揭开这个地球卫星的神秘面纱 月球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目光 它神秘而美丽也充满了未知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究月球的秘密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关于月球的有趣事实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直径约为地球的四分之一 表面积约为地球陆地表面积的十分之一 月球的引力约为地球引力的六分之一 月球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因此它与地球的距离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绕地球公转一周需要27.3天 月球自转一周也需要27.3天 因此月球总是同一面朝向地球 秘密一月球的起源 月球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是一个困扰科学家多年的问题 目前最普遍的理论是 月球是在大约45亿年前 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地球后形成的 撞击产生的碎片在太空中凝聚 最终形成了月球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月球的许多特征 例如它与地球的相似成分和轨道 秘密二月球的组成 月球主要由岩石和尘埃组成 月球表面的岩石与地球上的岩石相似 但月球内部的组成却大不相同 月球没有像地球那样拥有活跃的地质活动 因此它的内部结构相对简单 主要由地蔓和地核组成 秘密三月球的表面特征 月球表面布满了陨石坑 山脉和火山 其中最著名的月球特征是月海 它们是巨大的 黑暗的平原 由古代火山喷发形成 月球上还有一些神秘的线性特征 被称为月球钩 它们的形成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秘密四 月球的影响 月球对地球有很大的影响 它引发了潮汐 稳定地球的轨道 并影响了地球的气候 月球的引力也影响了地球上的生物 例如海洋生物的繁殖周期 秘密五 月球上的水冰科学家们 在月球的两极发现了大量的水冰 这些水冰可能存在于月球表面的永久阴影区 或月球表面的浅层土壤中 这些水冰可能是未来月球击毙水资源的来源 秘密六 月球上的火山活动 科学家们发现月球上曾经存在过火山活动 月球表面的月海就是古代火山喷发形成的 月球上的火山活动可能已经停止了 但也有可能仍然存在着一些活跃的火山 秘密七 月球上的地震 月球上也存在地震活动 但月震的规模和频率远低于地球上的地震 月震可能是由月球内部的压力变化 或月球与地球的潮汐力引起的 月球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天体 它与地球息息相关 也对人类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将会更加深入 月球的秘密也将逐渐被揭开 谢谢观看V流浪 请留言鼓励 我们下次见